星期五傍晚6時多 一個男外賣員 駕著一架電動滑板車 經過石結尾村尾窗樓對開燈位 撞到一個過馬路的11歲男童 男童又手童又腰擦傷 幸好沒有大愛送院治理 但邵氏的外賣員事後不顧而去 向深水寶方向逃走 受傷男童的爺爺在場落口供 形容外賣員年約30至40歲 他說當時行人燈的綠燈還閃著 孫子走到第二條線時就被撞到 與外賣員一起跌在地上 事後有人在現場撿到一部手機 相信屬於外賣員 現在已經交給警方調查 暫時沒有任何人被捕